好 那再來我們講到2023年的電影產業 除了好萊塢罷工之外 也不得不提到這一部屬於現象級 成為一個phenomenon的電影 它是2023年的全球票房冠軍 票房收入14億4千多萬美元 結合台幣大賣了超過430億 講的當然就是Barbie 可能很多觀眾小時候都玩過Barbie娃娃 然後從1959年推出第一支Barbie 到現在全球累積賣出了超過10億隻的娃娃 過了64年Barbie它終於拍成電影了 那要吸引客人上門嘛 當然要好好的來把它行銷宣傳一下 那你還記得Barbie海默 Barbieheimer這個特殊名詞嗎 2023下半年這句橫空出世的電影連賣口號 就是把Barbie跟原子彈之父 傳統電影Openheimer結合在一起 聯合行銷 因為都是在同一天上映 鼓勵觀眾可不可以挑戰 一天完成看兩部電影的壯舉 結果團結力量大 當網路上出現了第一張Barbie海默的 迷音創作之後 這把火就給它燒起來了 而且觀眾都太有才 最後大家討論的重點是 你看Pen的選舉你是要先看Barbie呢 還是先看Openheimer呢 就連大導演跟明星也都紛紛加入 希望可以鼓勵更多人進電影院 好好來復興一下因為疫情而受到重創的電影產業 而且當一部電影變成了所謂這樣子的一個Penomenon 一個潮流 一個現象 你不加入就落伍了 經過社交媒體的推播出欄 終於讓Barbie這一部其實 其實上映之前製片公司是沒有那麼看好的電影喔 竟然變成了年度票房冠軍 打敗了一整票的超級英雄電影 甚至還讓外界猜測說 好像全球的觀眾對於漫威影業製作的那種 飛過來殺過去打打殺殺的英雄片 是不是好像可能已經有一點點興趣缺缺了 那剛剛那是全球 再來看台灣 Barbie的票房雖然跟全球的比起來沒有那麼好 但是也剛好在這邊 進入了2023年台灣年度票房的Top10 他第十名 他的票房收入有1.8億左右的台幣 相較之下 Openheimer原子彈 好像就更合台灣觀眾的胃口 Openheimer他的票房2.24億元左右 贏了Barbie 不過回過頭我們看 看到Barbie他這張這麼Bling Bling 這麼漂亮的成績單 製造Barbie的公司Mattel 美太兒的高層就見列欣喜了 決定要來打鐵趁熱 接下來他們準備要打造美太兒宇宙 Mattelverse 然後除了Barbie之外 美太兒旗下的暢銷玩具 還包括什麼瘋火輪 湯馬式小火車 建築師 巴布小博士 邦尼 還有口袋 玻璃跟美國女孩 電電電等等 這些IP 美太兒全部都想要把它拍成電影 最新消息是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 美太兒旗下的美國女孩系列 American Girl 已經跟派拉蒙談好合作 要拍電影版了 至於美太兒宇宙正式啟動 成績會如何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 既然講到的Barbie 擁有像是洋娃娃一般的臉蛋 有著人間巴比稱號的 除了有大批粉絲喜愛的 也是各大時尚品牌寵兒的 就是來自K-POP團體 Blackpink的泰國際成員Lisa 2016年出道到現在 Lisa靠著她精湛的舞蹈設定 還有她的rap唱功 在全球闖出了名聲 2023年 Blackpink展開了全球巡迴演唱會 包括今年3月在高雄開唱 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氣巔峰 那身為K-POP的社群女王 Lisa她無論是在IG上 還是YouTube上 都獲得了最高的關注度 也成為2023年 美國YouTube搜索量 最高的女偶像第一名 而且不僅如此 就連音樂推流平台Spotify 也宣布Lisa她Solo的歌曲 Money收聽量已經突破10億次了 然後在YouTube上面 Money的播放量也達到9億 這都是天文數字耶 2023年Lisa她更突破自己 成為首位 登上了風馬秀的亞洲明星 並且入住了美國的亞洲名人堂 同時被授予文化偶像 這個其實是很厲害的稱號 亞洲名人堂她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通過推動亞裔的 還有原住民的進步 來加強這個社群在美國社會 還有在全球的影響力 Lisa她是當之誤會的不二人選 精湛舞技 甜美笑容 她是轟遍全球的Blackpink成員Lisa 同名單曲MV裡 Lisa穿上這一席金色傳統泰服 秀出她最擅長的韓音Rap 女王般的氣勢彷彿在向外宣告 她將征服世界 T型先手的Lisa跳起舞來 卻是爆發力十足 帥氣 可愛或是性感舞風 她都能駕馭 每個動作都精準跳在拍點上 Lisa充滿魅力的舞蹈表演 牢牢吸引全球觀眾目光 Lisa憑著高超的舞蹈實力 成為Blackpink團內的舞蹈擔當 也因此破腰上綜藝節目 擔任導師 靠著一雙音點 Lisa馬上揪出學員動作問題 每一次的獎評都展現出 Lisa對完美的堅持 再一次 再一次 她一直混亂 你不必須向我抱歉 你必須向朋友抱歉 鏡頭前 語氣嚴厲 觀眾沒看見的是 Lisa打從練習生時期 就不曾間斷地自我要求 正所謂抬上一分鐘 抬下十年功 Lisa能走紅全球 並非偶然 我們在未來考驗 我們要去聽 然後 然後 雨到天空 但是 我生日後 到第三至四 到第三至四 到老了 我說 我沒有想到 Lisa大約在十四歲時 藉由參與海選 成為南韓前三大經濟公司 YG的練習生 出身泰國名門望族的她 毅然離開家人 滋身前往韓國 在語言不通的高壓環境下 日以繼夜 精進唱跳能力 追逐新夢 五年很長 但我沒有放棄 出道以來 Lisa曾多次 因為國籍身份和長相 被網友攻擊霸凌 陳明鴻也因為演出 逢馬秀的決定 備受批評 但這些都沒有阻擋她 前進的腳步 不管Lisa未來的演藝之路 如何走 可以確定的是 她將延續 舞台王者的稱號 持續在台上閃耀 小平 最終是有場